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古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上星期錄完後,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 美國總統特朗普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奇蹟地,幾天就康復了 先生認為,會否越近美國大選 類似突發情況或不可預測的情況 會陸續出現,從而令市場有些危機 第二個選,可能沒有那麼多突發事件 或者離奇古界不可預測的事件出現 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 很多事情都會發生 初初說他染病,我也替他單身 這樣的年紀,容不宜中途未曾選 已經出事 當時我見美國傳媒,都作了很多不同情況的預測 投票前就病了,或者病了,怎麼辦 或者普通票投完,選舉人票未投 中間發生又怎樣 或者選舉人投了票,之後出了事 國會還認不認同這次選舉結果呢 作了很多預測,結果他好像很快就康復 年輕人染病都沒有那麼快 都不夠十四天,出來可以上班 四天就回家 是的 但據醫生說給他吃的藥 全部都是重症才吃的藥 所以問美國人做民意調查 醫生說病情,他們信不信 好像有七成人都不信 我最初,人們說陰謀論是假的 我都說不會掛,怎會假 如果這些東西作假 一查出來,就不用算了 但實際上,有些熟悉他的人 說他真的為了結束的交易 是甚麼都敢做的 現在他自己都說得很明 他不是那麼容易交回政權出來 如果他…我不知道 到時是普通票他選不到 或是去到選舉人之後才選不到 總之他說如果他輸,都沒有那麼順滩 因為現在他好像說那些郵寄的票 是很容易被人造假,有漏洞 那個郵寄的過程中,會不會被人丟到海呢 究竟是不是他自己填,提出了很多疑問 可能將來,你說你公布 他就說那些東西是假的 信不過的 要求打官司已經是很正途的做法 會不會最後死前難打 前到美國人民都覺得好煩好煩 不夠他來了,讓他做算 所以那個變數就現在就多很多 但是看股市就不是覺得,這件事是好危 美國股市最近都好像移動向上 如果剛剛特朗普染了新冠病毒的新聞 其實市場都有點擔心 即日就上個拜五,看到市場都立即跌下來 不過隨著好,市場又好 不過現在慢慢傾向,大家的目標都是近乎 根據民調,特朗普和拜登的距離 就好像越拉越遠 市場又覺得,會不會已經是拜登上場 可能將一些所謂不確定的因素又減低了 變了這幾天你見到 即是你覺得市場是覺得拜登如果出到 是對美國有利的 你有沒有這樣感覺呢 我覺得其實就不是這樣理解 其實如果你看之前 金融市場對拜登是有一定的保留 始終他覺得,無論是民主黨本身傾向 或者他自己的政策的倡議 都是對企業的態度 尤其是對大的科技公司的態度 大家都覺得他上場之後 對企業會有影響 對企業的盈利有影響 尤其是股票市場 你覺得盈利有影響,其實就是一個負面 所以之前是有這樣的理解 不過這段時間又比較有趣 我想大家的方向並不在於 是拜登贏或是特朗普 而覺得由於兩者之間的 民調距離拉開了 似乎那個不確定性就減低了 所以市場對這件事的消化 短期來說又是理解為比較正面 因為民調好像拜登去到五十多 五十多 不同的都是超過百分之十 而特朗普只有四十一 一路跌 如果這樣,相差都很遠 但在宣傳上,對投資者來說 特朗普許下甚麼諾言 你讓我上,利息會低 你讓我上,我便會減稅 你讓我上,股市升多少 但拜登想,那些人就擔心 會加稅,對富人不利 不會像特朗普對世界的承諾 一推,一乾二正 環保又不做 對聯合國的很多活動都不支持 美國好像要承擔多些 所以有些人說 特朗普贏,似乎對美國好些 對投資也好些 但特朗普這樣的行為 尤其這次,第一次電視辯論 很多美國人都說,看得發惡夢 從來都未曾見過一場總統選舉 他去到這麼低莊 變成失禮美國人 所以本來應該不選這些人 但起碼他出來,他會有些變數 會令到美國變 美國現在實際上處境不算太好 但拜登上來又如何呢 拜登他以前在奧巴馬年代都做過副總統 有甚麼做到出來 做都是做回以前那些做過的事 覺得老狗玩不出身花樣 資生,這個論點都是特朗普在辯論的時候說過的 如果拜登對經濟或股市是不好 特朗普可能相對是有利 但市場亦都好像近來無視這種變化 畢竟拜登在領先 會否是低估了風險 你覺得如何? 其實我覺得如果用上一屆總統選的經驗 其實就不要過分依賴股票市場的反應 去對實際的選情太大的理解 因為其實市場的變化都很大 正如我上次講過 上一次2016年的時間 大家都認為特朗普選出來 其實對股市、對經濟不好 結果出來,其實股市非常興奮 所以我覺得很難以一概而論 覺得現在特朗普或拜登的支持程度 以及股市的走向有太大的關連 因為同時間現在 譬如說,刺激到這個星期 美股比較行得好一點點 某程度都是之前說 經濟復甦比較好一點 以及刺激的方案 因為這件事都成為了一個… 刺激方案後期沒有通過 是,這是一個政治的博弈 我自己看現在美國的黨真 與以前有少許不同 以前,無論共和黨、民主黨 大家都基本上認同美國的政治架構 走總路線 走資本主義道路 走以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為依歸 現在美國的共和黨 很明顯就民粹主義 又傾民粹主義 民主黨是左翼的自由派 例如共和黨對黑人問題 與民主黨對黑人問題 我覺得都相對有距離 民主黨傾向爭取 比黑人多些平權 共和黨,你看特朗普 其實實際上支持白人優先 白人民兵組織 他都覺得這些人是美國的愛國者 黎燦、他的警察 民主黨 我聽過奧巴馬的老婆Michelle 曾經在一些會議上說 煽動性很強 好像號召黑人出來革命 他們所走的路是很不同 對於經濟都差異大 一個可能想壓低利息、壓低稅等 縱商、支持商界 一邊可能希望減低貧富懸殊 政府做多一點福利 另外對於性取向、墮胎問題 都難言不切 所以你會覺得 這一刻美國的分裂 可能是近代是最大的 我怕分裂 以前就你看誰選了總統 那個選不中的 會過去握手、恭賀他 現在辯論因為疫情不能握手 但我怕下一次 如果特朗普輸了 他分裂兩拳 那個矛盾是高了 有一定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支持特朗普的人 他可以很討厭拜登的人 拜登的人亦是生氣特朗普的支持者 去到某些程度 已經內鬥 師叔,如果你的看法是真的出現了 可能特朗普在選之前有些特別的招式出現 然後選的過程太接近而有些爭拗 會否令到你認為投資方面要小心點 股市會受到不同的消息刺激 以及一些不可預見的消息刺激 就會波動 但現實就是錢多 錢都要找出爐 所以你看這段日子,波動很大 總趨勢仍上升 這是貨幣因素 最近說香港的億萬富翁多了 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沒有創造 多了很多財富 只不過是貨幣因素 大家都空歡喜 你要經濟好 人類創造出來的財富多了 你分島分多了 那你就真的富裕了 但是工廠沒有開工 飛機又飛不出 生產到財富 還消耗了以前的財富 一方面財富沒有生產又被消耗 一方面每人都多了 多了是以達拉生去計算 你買了多少兩斤 你是不是買多少層樓 沒有買多了 如果施先生,你的看法可能都財富多 但情況是相對有少許轉差 浩德,你如何穩平近來的美股 其實近來美股的波動是大了 你會否保守一些 或是覺得這是一個時機甚至乎更加爭執 其實一般投資者的理解 十月因為選舉的關係 市場對於好多消息都比較敏感 尤其是特朗普 他本身都是一個奇招比較多的 是否突然說出院後,談談設計方案 回到後不談 下一刻之後 不夠24小時又出來問 每人都會派1200美元 其實今年以往的比較,是比較特殊 本身製造新聞能力比較高 市場在這麼多充裕資金的情況下,都會比較敏感 你自己的持倉量是如何? 是進取中的,還是保守? 正如我們上週,我自己的兩個觀察 第一,我相信前一段時間,主要靠印銀紙去挽救經濟 客觀效果,令很多金融資產向好 這段時間,反而經濟復甦的能力,比之前更明顯 你覺得經濟復甦? 是,我自己的觀察,銅價作為一種商品 當然,它有一定的投資價值 但它本身比較重要的需求,都是依靠實體經濟去支撐 譬如工業生產、工業、機械、建築用到銅 你見到,銅價已經去年頭的位置 今年已經是比較高位 其實側面反映了,全球的經濟 雖然我們的疫情未過 但其實很多經濟活動,已經開始慢慢支撐 譬如你近期看美股 其實這段時間,市場的焦點 由於錢多,集中在所謂的科技股底下 譬如羅素2000指數 即美國的西價股,Small Cap Index 近期做得非常好 其實大家都見到,對整體經濟的信心是大了 我覺得這段時間是特別的 大家就著眼於大選比較多 令到很多投資者,都比較保守 但其實我自己見到,大方向應該進取一點 所以我們自己的私基金 這段時間的倉位,都去到幾高 譬如我們上個月,只得七成多 譬如今日,都去到差不多九成半 接近一百的位置 這段時間,我覺得應該可以大膽一點 當然,剛才施先生也說過 錢多的時間,波動現在比方大 所以我自己的操作都是 當市場突然間,一些短線的消息比較差的時間 其實如果自己的風險控制得好 其實就不應該太過容易被人震走 保持一種大盤,應該是比較向好 但自己能夠承受風險的運動,應該擴充多一點 不要太容易被人嚇倒 浩德,你提到中小型股票,開始在美國 但我觀察到近來香港的中小型股票 其實表現都相當不錯 你會否考慮在美國的比例,或者香港的比例增加 其實美國的美股,很多朋友都知道 相對比起港股,似乎賺錢的機會是多的 當然,我們都有一定的比例 但港股,我覺得有少少落後 可能我們自己都有少少主估情結 希望港股,或者一些我們接觸的公司會做得好一點 但如果真的看回這幾天的行程 其實氣氛都比較好 因為這幾天,國內的長假都未完 很多的資金都是本地的資金為主 但其實你見到一些,例如剛才說的 我希望這個勢頭可以至少維持多一兩個月 在今年年尾 你對一些健康能源的股票都有研究 新能源 新能源,當然 因為一開始就是大家知道,我們開了很多Tesla Tesla 除了車,其實都有做太陽能 其實近期太陽能都挺厲害的 當然股價大家都可能有 聽過直播都有說過 有些做太陽能玻璃 其實這幾個月你見到 其實那個供求就好了很多 我覺得如果你看回 可能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就是國內剛才說的十四五的規劃當中 希望這些傳統的能源 例如油、煤、發電的能源 應該的比例是減低 新能源,例如風電、太陽能 應該希望逐步提高 亦都碰巧 其實剛才說了 就是美國拜登由於他 其中一個競選大家的理解 就是他對新能源是比較支持的 隨著現在的民調領先 大家覺得可能美國在新能源的政策 亦都會更加傾向支持 所以無論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最近期對太陽能的行程 開始比較暢旺 所以你見譬如剛才說 香港有些專門做光復玻璃 譬如信義玻璃、福萊特玻璃 你見到由於整個產業鏈 太陽能的產業鏈當中 供求關卡比較有瓶頸 其實是做玻璃的部份 所以他們受惠 甚至乎美國很多太陽能的ETF 其實過去一個星期 都升了十幾個百分比 即一個ETF 一個星期升十幾個百分比 其實都比較厲害 所以你見到 現在似乎在太陽能 新能源方面 就會是一個比較新的機遇 因為我見現在的太陽能都相對很簡單 我家也有用一些 因為現在 通常很大的屋室 有一個露天車位 或者你有天棒都可以用 我都沒有用很多 現在好像中電、港燈 都有鼓勵人用太陽能 你可以上網 即是你出了一個電源 用不完就沒有 你不是自己用的 你生產了太陽能 他幫你買 他用比普通電費更高的價錢 幫你買 所以你生產出來 他幫你買是高價買的 所以一定有好處 你有一個天棒 其實現在都不是太陽能玻璃 我見他是膠紙 私障膠紙在那裏 搭兩條電線 他就收到1000元 我一個月都收成千多元 你生產你很大 要多大才行 因為現在太陽能玻璃其實很薄 兩個MAM已經做得到 所以其實 剛才說 如果真的看太陽能的技術 其實比以往進步了很多 以前其實很靠補貼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過去幾年生產成本開始下降 其實太陽能在那麼多種所謂新能源當中 已經比自己的經濟效益比較強 適當地 其實他現在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 有機會用煤或油發電 其實那個回報已經拉得比較近 所以似乎資金可能在不同大型的股板塊 流去細板塊 我覺得是要靠政府政策 不如現在內地政府很鼓勵用太陽能 生產商又有補貼 用的時候可能有補貼 你才能生存到 眼前我看只是拉近 未曾超越 如果是太陽能的成本便宜過石油煤或煤 每個人都用太陽能 現在未出現這個情況 都好看政府政策 但這個趨秀我覺得應該 其實挺有行常空間 我覺得用一個例子 當年你買的新能源車 都全部要靠政府補貼 香港 大家說首次登記稅要有補貼才會買Tesla 到今一刻所謂的優惠都取消了之後 其實隨著他們的競爭力開始大 其實市場都會變化 我希望同一件事 在太陽能的行業上都會出現 他們的成本和競爭力 能夠足以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 和傳統的化石能源能夠有競爭力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施先生 施先生,在你的觀察或感覺 會否香港都出現類似情況 資金淺多了,開始流入不同的板塊 從而令到香港經濟近來 可能有機會變得更加好 流入其他板塊 或者其他行業 不只是炒賣 其實股市向來也是炒賣為主要 我不敢對股市作為匯聚資金發展經濟 這是教科書中的理想中功能 但實際上,參與股市的人 我覺得都是炒賣為主 反而在內地的天使基金、私募基金 那些對新興行業的支持度比較大 在外國都是靠這些基金 因為股市內的人 可能根紅頂陸 或者是很少普通的投資者 能夠理解一些新創企業的長遠價值 所以開始的時候都是靠一些 一種就是 他說 最初都是三個F 一個是father 一個是friend 一個是fu 傻佬 普通的 這些人可能會做一些 創新的 以前未見過 股票投資者不會投資 要到差不多 有私募基金 就來上市 到有上市 普通投資者 香港最熱門就是 迎新股 給私募基金投資 美團未上市 你叫他投 普通人當然不投 所以 股市已經 感上天花 很多 譬如香港現在 要搞創新工業 要經濟轉型 其實需要一些 牽事基金 私募基金 那些 去到 高一層次 別人 A 輪 B 輪 C 輪 B 輪都做了 可能才輪到 股市的小股民 小股民 你價也不能報 叫他買 很難 我都不算很膽敢買 那些 未上市公司的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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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叫做 投下這 投下那 痛苦的經驗 經驗多過 愉快的經驗 所以施先生你應該投資多點 C基金 所以投資博大精深 大家密切留意 接下來的發展 我們今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對C基金的資料 或者其他資訊 有興趣的話 不妨留意Facebook 或者打電話 向我們查詢 謝謝